李嘉又来准时和大家见面了 西安一条古老的小巷叫做东木头石街 街上有一座百年历史的老宅 如今在第六代传人李廷的名下 最近周围的宅子纷纷开始拆迁 这家人可是急得不成样子 考虑很久后族人无奈 说出了守护老宅百年的秘密 清末民国时期李廷太爷爷修建老宅时 李嘉还是当时的名门望族 为了躲避当时世上的战乱 李嘉在古宅下建造了一条密道 附近很多的平民百姓都曾来此地呢 密道长远100米 深入地下8米多 李嘉六代族人100多年来都对密道首口无凭 新鲜日子受住微餐间的影响 密道七孔处掉下的石块将老呆堵住 把两间房和一孔水井都堵在了里面 李嘉人看到老宅受到破坏 希望申请政府能将老宅和密道保护起来 经历了百年风生的他们也称得上是文物了 很多了解真相的网友纷纷呼吁保护老宅 朋友们觉得李嘉百年老宅属于文物还是微龙呢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 喜欢别忘了分享给朋友哦 我们下期再见